热情原住民舞蹈带领之下 台中市副市长杨琼应 跟官吕局长林晓琪 坐在浴桶中创意出场 高跨年赞离山 最难跨年在古关 卢秀妍上任后第一场跨年活动 除了市区的双组场 台中官吕局在古关离山 办了两场摇滚晚会 邀请到原住民艺人 马子卡 舒子诚等人 陪民众一起到山上跨年 除了超嗨的雷鬼乐团登高演出 今年不一样的 还有台八县中八已经通车 民众可以直接搭着公车 从古关到离山 提高了便利性 我们现在有 这个风源客运的中八 可以经过登记 那么可以直接就上到了离山 主管单位表示 目前三百公车周边饭店 已经全满 加上新市长新气象 今年的跨年场 有机会成长两到三成 届时近五千人 涌进离山古关地区 也为当地带来商机 促进经济发展 接下来 廉价金单景城 SNG小组 台中采访报道